天空下起了酸雨 玻璃房子全都被腐蚀掉 人们通通逃进了防空洞 今天为大家带来科幻影片 酸雨 一只小熊躺在地上 阳光明媚一片祥和 这时一片乌云飘了过来 天空下起了雨 周围传来人们的尖叫声 伴随着雨滴的降落 小熊很快就被腐蚀了 原来这是具有腐蚀性的强酸雨 这间路面开始塌陷 汽车也被侵蚀 人们疯狂逃窜 想找一个庇护之所 不知是谁家的孩子 被遗弃在车上 他天真的抬头 看着砸向天窗的雨滴 不知自己也即将被酸雨摧毁 地上满是被灼烧的人们 车里传来婴儿的嚎哭 巨大的乌云笼罩了整片城市 从这场灾难中 逃离的是一颗三口之家 因为快速的摩托 他们才避免了被灼烧 但因为长时间的运作 摩托车很快就报废了 身后的乌云正在逐渐靠拢 他们不得不下车继续向前 穿过树林 他们看到了最近的一个防空洞 正当他们准备过去求救的时候 却看见洞外围着许多持枪的人 他们将其他逃难者堵在外面 表示里面已经满了不能载进人了 可骚乱越来越严重 最后持枪者开枪打死了逃难者 一家三口只好躲起来 此时儿子因为长时间缺水 已经走不动了 爸爸只好冒着被持枪者射击的危险 穿过防空洞外围 来到一栋未被雨水侵蚀的公寓 他拿着瓶子想装些水给儿子 但水流又小又慢 就在装水的时候 屋主发现了他 屋主以为他只有一个人 于是想收留他 说着打开了地下室 面对得来不义的机会 他动摇了 到底是留下来 还是回去救妻儿 爸爸的内心在剧烈的挣扎着 另一边 妻子正带着儿子 寻找着另一个防空洞 可是儿子呢 非要停下来等待爸爸 就在母子俩产生争执的时候 爸爸回来了 最终 他选择回来保护自己的家人 就这样一家人继续踏上豪生之路 眼看就要到另一个防空洞了 乌云却越避越近 大雨倾盘而下 父亲用一块石棉板遮住母子俩 而自己呢 则饱受雨水的侵蚀 起初的雨水啊 并没有腐蚀性 爸爸甚至以为已经没事了 但是很快 他的皮肤就被灼伤 血水顺着石棉板边缘滴落 此时爸爸的意识啊 已经十分模糊 可他依旧紧紧的抓着石棉板 挡着妻儿 一步一步走向防空洞 最终爸爸成功地将妻儿 护送到了防空洞 而自己永远地倒在了酸雨中 躲进防空洞的母子俩 赶紧脱掉 沾上酸雨的外衣 妈妈激动地抱住儿子 就在他以为他们逃过一劫的时候 却发现雨水 竟然顺着洞口流了进来 这个洞挖得太浅了 他们必须继续前进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妈妈为个儿子开路 被塌陷的泥块掩埋了 最后只剩下儿子 独自在黑暗中前行 在不知过了多久后 男孩终于爬到了另一个洞口 他走出防空洞 外面是一片晴朗 放眼望去 是一个刚刚被酸雨侵蚀过的村庄 此时乌云正在远去 但这个父母 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小男孩 他的命运将会何去何从呢 虽然真实的酸雨 并没有这么强的威力 但也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 现代工业发展迅速的同时 也伴随着惨烈的代价 人类如果不爱惜自然 自然也不会爱惜我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